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感觉到一阵灼热的后腾 缓缓睁开了自己的双眼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副可怕的炼狱景象 这是地狱吗 我怎么会在这里 紧接着 后腾看到了手中的纸和笔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大胆而又新奇的想法 既然来到了地狱 为什么不采访一下被斩杀的鬼呢 问问他们被各种呼吸法斩杀时的感受 这种珍贵资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遇到的 于是 鬼杀对地狱访谈录就此展开 对于水之呼吸 众鬼一致表示 虽然被斩杀了 但感觉并没有那么坏 算是在鬼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死法 尤其是被炭治郎斩杀的首鬼 更是对其称赞有加 他让我知道了我并没有被讨厌 然后瞬间就被干掉了 搜了一下 感觉很痛快 至于风之呼吸 在重鬼中的风平 则与水之呼吸截然相反 他们都认为被风之呼吸斩杀非常痛苦 里面包含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厌恶感 能感觉得到 那家伙是真的很讨厌我 这感觉我懂 完全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呢 被花之呼吸斩杀的重鬼 则满脸的幸福之感 动作轻柔 味道好闻 让人全身暖洋洋的 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可以上天国的错觉 真的是这样 总觉得他很像仙女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关注我 下集我们继续